大家好,我是爱丽诊所徐生 今天我跟大家来聊一下脸部不对称这个话题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的困扰来到诊所之后都是脸部不对称 想让我去帮他调解 但是大部分人所认为的自己的脸部不对称 其实是审美范围内允许的,甚至是美的 因为我们的脸部可能百分之百的左右对称 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不对称是允许的 但是当这个范围变得很大的时候 这个程度变得很大的时候 就开始变成一个不美的现象了 那我大致的把脸部的左右不对称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静态的脸部不对称 第二类是动态的脸部不对称 第三类是既有静态又有动态的脸部不对称 静态的脸部不对称大体把它分为是骨骼或者是软组织导致的 第二类动态的不对称一般就是 你的在笑起来或说话的时候 你的肌肉的力量不一样 把脸扯向一边导致脸有点歪 主要是肌肉的力量不一样左右不一样导致的 第三种呢就是既有静态的脸部不对称 又有动态的脸部不对称 那今天我们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它就是由于之前常年的玩抬球 然后喜欢用右边的眉毛抬眉 所导致的它整个的右边的额肌是很强的 那之前我讲过 你的左右两边当你有一边的肌肉很强的时候 它会变得越来越强 那个弱的一边会变得越来越弱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潜意识的我们在用肌肉的时候 它会潜意识的去用那个更强的那一边的肌肉 那我们可以看看上头 它的额头的皱纹的静态纹 明显是右边的静态纹要深于左边的静态纹 然后现在呢我们让它来动一下它的眉毛 然后看一下 你使劲往上抬一下没 使劲往上抬 完全放松 再抬一下 对非常好 它的右边的额肌几乎是力量非常非常大的 而左边的额肌几乎没有太大的动态 而且这已经是在我们打了麻药 然后在做了肉毒的基础之上了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